張信男子日前透過房仲 要賣屋領三年 二十幾坪三房一廳的公寓 不過他過戶給買家後 卻接獲銀行臨時拒絕撥款 他無奈表示 錢拿不到屋子也要不回來 打官司將近一年多 讓他身形俱疲 還原完整的過程 張信男子說去年七月 他透過房仲要賣房 以一千兩百五十萬 賣給了倪信男子 對方交付約兩百五十萬 當頭七塊 也向銀行申請對保貸款 雙方約定九月要交屋 也向第三方簽署了履約保證書 但就在九月底最後一周 銀行要交款之際 倪信男子就因為涉嫌詐欺案 被法院羈押禁件 名家的財產全都被扣押 加上他的帳戶遭到警示凍結 銀行拒絕撥款 導致張信男子錢拿不到 房子也要不回來 銀行端聯絡不到這位買方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這個買方因為涉嫌詐欺罪 所以說銀行看到 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銀行就不借了 銀行貸款申請是沒有辦法塗銷的 導致說這間房子 目前變成新的買方的名字 但是房貸還是由前屋主 持續的去繳納 當時房仲也幫忙 張信男子一起打官司 但他們無奈表示 因為案件涉及刑事加上民事 所以就算他們民事勝訴了 檢察官還是會認為 房產就是買家 你姓男子的不法所得 房子恐怕還是會 交到法院沒收被法拍 張信男子直呼超級隨 沒想到會把房子賣給炸其飯 只希望司法能夠還給他公道 能順利把房子要回來 TVBS新聞網還要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